除了冲击观光业也冲击到了房市的买气 高雄在1月份的买卖移转动数 就比去年同期要减少了35% 有房市专家严比利就说了 这房价还会修正5%到10%的空间 随着疫情的升温 现在也要戴上口罩再来看房会比较安全 不过1月的买卖移转动数中 包含桃园台中跟高雄 都比上个月减少了大约三成 摊开数据 去高雄1月的买卖移转动数 比去年同期少了35% 而台中则是减少了26% 桃园则是小减了4% 因为适逢我们台湾的农历春节 它并非完整的月份 所以它成交量一定是会有落差的 反而在双北市表现 其实还算是稳定 它的降幅像是还算是比较小 还有台南的地区 那其他地区的降幅像相对是比较大 房市专家严比利也说 疫情恐怕会让买气逐渐趋缓 房价修正空间在5%到10% 不过2020年30.5万栋的买卖 移转数量还是会维持不变 可能会减少有一些民众出门 可能看物的一个想法 或是等等的因素 可能会冲击短期的一个影响 可以长期来看来讲 自助买盘自身之下 其实还是整体呈现 平盘整理的格局 房市买气短暂受到冲击 而回顾萨尔时期 罚牌数量可是暴增 2003年全年有5.79万栋的拍卖 移转数 比2019年的5117栋 整整多了11倍 但这波肺炎恐怕影响不大 92年SARS让罚牌物案件增加的量 是累积10年的不景气 当然后来有前面的88年921 所累积下来的 这种短期的基本上对罚牌 有影响但是不会很大 依照去年的买气的话 罚牌量还是会比去年少 我肯定觉得 只盼望这波疫情能够控制住 让房市买气赶紧 稳定下来 东森财经新闻 学好卓卓 卓卓华明台北采访报道